中国5月29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二号呼吟飞船 作为天河核心舱的守卫访客 天舟二号与天舟一号相比有哪些不同 日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502所科技委主任谢永春接受中心社专访 他介绍与天舟一号相比天舟二号的技术更进一步 从原来的定制式向应用型转变 在任务和功能上更加通用化 天舟一号呼吟飞船是我们国家首个呼吟飞船 所以它的飞行实验做了很多关键技术的验证 但是天舟一号的飞船的验证属于定制式的 我们天舟二号开始进入了空间站的组件阶段 所以它可以类似于航班的一个常规化的运营 所以它由定制式变成应用型 所以它的任务和功能方面也就更加的通用化 谢永春表示天舟二号货运飞船的总体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从运货量上来说天舟二号可以运6吨多的货物 而且具有快速交汇对接能力 502所还为天舟二号货运飞船JNC系统增加了群巷位自主交汇对接方案 飞船可以根据自身的出发时刻和空间站的距离不同 自主规划其飞行轨迹 按照空间站建造任务规划 今明两年中国将连续实施11次飞行任务 于2022年前后完成空间站载轨建造 对此谢永春认为 未来天舟货运飞船运送国际货物的可能性非常高 也将在国际合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天舟二号货运飞船是将来我们空间站运营阶段 一个主要的货物的运送的航天器 那么也可能将我比如说国际合作的一些仪器设备 或者是国际上的比如说要做的一些实验 比如小学生他们要做一些哪些实验 完全可以通过我们的会议村团运到空间站上 然后再进行载轨的一些实验 那么对我们后续开展国际合作将发挥重要作用 开展国际合作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